八以冲突究竟发生了多少次都快记不清了 这不最近又开始了 明明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势力占据主导 但五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都被以色列调打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秋哥就来大家来了解了解 时间先来回到二任结束的那个时代 当时全球都进入了一个休整期 偏偏中东地区的局势反倒是逆向操作 一时间变得异常紧张 1948年5月15日 为了争夺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一年的战乱导致阿拉伯死掉了4.5万军人 反观以色列只牺牲了6000人 而后时间到了1956年的10月份 著名的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 也被称为第二次的中东战争 这一次英法联军霸占了苏伊士运河 连同以色列一起对埃及发起了进攻 最后英法倒没捞到啥好处 偏偏最终以色列成为了胜利者 1967年6月份 以色列发动了第三次中东战争 同时对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所有的机场 发动了突然袭击 一场闪电般的空军轰炸 瞬间打得这些国家手无足无措 最后依然是由于军力悬说 阿拉伯国家又惨烈地牺牲了6万人 可是以色列这次仅仅是损失了983人 1973年 H两国为了重新拿回之前丧失的土地 第四次中东战争就此打响 18天的战争就打死了2万多人 不可谓不壮灵 可结果呢 依然是以色列取得了战争胜利 毕竟实力摆在那呢 最后1982年的6月份 以色列又对黎巴嫩出兵 短短几天就占领了黎巴嫩一半的领土 最后呢 又是以色列赢了 虽然打了五次中东战争 对手换了一场接一场 可最终的结果呢 却是惊人的相同 都是以色列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五次中东战争 面对22个阿拉伯国家的联盟 以色列次次都能对其调打 为何以色列总能创造一手胜多的战争神话呢 很多人一提到战争 就理所应当 觉得大国就必须胜利 但要知道 打的可是现代化战争 早就不是比谁的军队数量多的那个年代了 军队的精良品质和高科技的武器装备 获取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以色列自从1948年建国后 就一直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实力 不仅建立完善的议会制的国家体系 而且还引进了先进的经济体系 说白了 就是既有民主 有了赚钱的本领 自然以色列就很快成为了整个中东的王者 无论是经济 科技还是军事领域 别的国家呢 都不够他打的 另外以色列还干了一件 令他们至今都觉得自己很牛的事 那就是继联合国武偿后 成为了一个拥和国家 所以为啥以色列这么牛啊 人家的确是有资本的 犹太人的权劫意志 那可不是吹的 人家几乎就是全民疾病 无论老弱妇孺 那都是战士一条心 所以纵然是好几个阿拉伯国家一起上 以色列总能易化解 以色列人在国际上天不怕地不怕 将阿拉伯国家打得支离破碎 主要还是因为其背后站着几个头号大佬 从以色列建国以来一直到现如今 美国一直都是以色列的坚强后盾 就连美国的副总统彭斯都说过 以色列的事业那就是我们的事业 以色列的价值观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以色列的战争就是我们的战争 所以在五四中东战争中 美国人对以色列那叫一个有求比 要钱给钱 要武器给武器 四次中东战争使得以色列从一支布歇尔的民兵队伍 直接干成了一支全机械化的军队 要知道至今的阿拉伯还只是一支半机械化的军队 以色列在武器方面那简直就是直接碾压阿拉伯世界 另外以色列仗着由美国撑腰 也获得了大量的信息情报 所以这不就是大人打小孩吗 阿拉伯怎么可能赢呢 那么问题来了 美国人为啥全力支持以色列呢 两个原因 重要的地理位置 以及犹太人智力的加持 因为以色列地处中东要塞 美国人自然就看中了这一点 所以一直以来 以色列就是美国在中东扶持的代言人 另外 犹太人财团那可是太有钱了 对美国总统的选举都能产生影响 你说 这美国人能不支持以色列吗 所以未来阿拉伯斯坦如果想翻盘以色列 估计还得靠自身实力的强大来说话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用你发财的消息 赶来个点赞 关注呗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